广西学生军训让所有看到视频的人是热血沸腾 什么叫少年强责国强 这才是中华少年该有的样子 现在看这种热血军训能出现在广西 它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回想当年抗战时期 川军乡军是名扬天下 而很多人眼里的杂牌军贵军 却有着广西狼兵雄于天下的美称 说起来广西狼兵它绝对不只是抗战争时期的称谓 而雄于天下的说法也由来已久 在《明英宗十路》里就有记载 狼兵素勇为贼所淡 狼兵致汉天下称罪 而根据明史记载 明朝从英宗正统年间开始调用狼兵 自此一直到清朝中期的时候 狼兵奉命参加了一系列的征战活动 其中抗击倭寇更是典型的例子之一 在当时狼兵似乎就是倭寇的终结者 让倭寇是闻风丧淡 而今天的广西宣传军训 现场是硝烟弥漫 孩子们是身穿军装 手持武器 各个身手敏捷 行动勇敢果断 甚至连迫击炮和装甲车也参与到了现场 他们不愧是狼兵的后代 不怕艰苦 不怕困难 每个人的脸上却写满了坚强和勇敢 把先辈们特有的那种精神展示的淋漓尽致 美国网友说了 别再和中国为敌了 你看看人家孩子 再看看我们自己孩子 邻居的韩国网友酸溜溜的说了 让孩子接受这样的训练 那就是崇尚武力的表现 很快啊 下面就有这个俄罗斯的网友给怼回去了 你们是不是羡慕啊 一个天自己主权都不能保卫的国家有什么资格在这里 说三道四 各国网友啊是纷纷流洋 嘿 这确定是学生吗 太不可思议了 这不是军训 这是实战演习啊 中国未来的鸿龙骑士 难怪中国会强大 少年强则国强曾几何时 娘炮贪图享乐精致的利己主义风险是悄然盛情 什么糖果甜不甜 桃桃凉不凉 手指割破好怕怕 让我们再也看不到少年的朝气男儿的血性 少年强则国强 广西学校做的就是要重拾我们民族骨子里的狼性 让那些不安好心的人看一看 我们才是真正的战斗民族 时代需要这种精神 广西学生军训 这才是民族脊梁和未来该有的样子